那咱划的时候从肚子划还是从背划 背上 背上划 沿着它的脊柱直接慢慢剖开 那是起出来吗 掰开 这种骨胆 取出 好 那我找个小点的剖 就这样剖开 那是你点 注意安全 没事吧 好像划了一会 来 大家看看 我选了一个小点的鱼 我本来以为这个小点的鱼会好做一点 没想到 其实操作难度是差不多的 开鱼背也需要技巧 将鱼沿背部剖开 取出内脏 之所以选择开鱼背 而不是开鱼腹 是因为这样可以往鱼身中 装填更多馅料 咱先处理哪个 猪板油 板油吧 可以吗 再快一点 再快一点 可以了吧 可以了 这猪油也不好切 它因为它 差不多 韧性很大 还可以 猪板油 肥腻的代表 用猪板油炼油 或是加入到肉馅中 都是猪板油的最佳归宿 广菜 学名夜用玉 镂空的结构 可以吸收更多的汤汁 锁住更多滋味 在当地 广菜多作为配菜出现 丹寨苗家人 他们将韭菜根晾晒 发酵 制成了当地独特的调味料 稻花鱼 猪板油 夜用玉 韭菜根 这些食材到底要做什么呢 现在这一个鱼打开了 这个是包里面的吗 对 还有这个韭菜根 韭菜根 放点酸 不知道我以为您是做大饼鸡蛋的 喝起来 喝起口 再放油 两侧都要放吗 对 韭菜也是盖上去 这样 翻过来 这边盖油 是不是盖油 韭菜盖油 韭菜这样盖上去 好 然后最后呢 最后就是拿稻草 稻草 只能有稻草吗 咱弄点馅不行吗 稻草它也增加它香味 稻草有香味 对 这边再来一根 可以了 咦 大家看 这个鱼现在包一袋还真不太一样 这个造型感觉像个粽子似的 从鱼被开口处放入夜用玉 韭菜根和辣椒酸 在鱼身外面包裹上猪板油和韭菜 再用稻草捆扎 稻花鱼就这样在王大哥手上 完成了大变身 肚子里被塞得满满当当 捆扎得像粽子一样